直到看见奶爸鬼鬼祟祟的举动 才明白七仔为什么有八百个心眼子了 自从七仔咬掉老丈人的耳朵之后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 七仔就疑心病犯了 总感觉有刁民药害症 原本以为七仔是怕阿宝来报复 背后的真相却是他的奶爸 这如出一折的眼神以及肤色 果真是谁养的娃就像谁 新晋显眼包灵妍 整活界的代表 本以为是成精了 结果被一个动作给识破了 奶妈在给他打扫卫生时 直接把林妍的玩具一掌推出树米 结果又让林妍解锁了新玩法 动作简直一模一样 花花和他的谭爷爷也越来越像 站着像 坐着像 神情像 就连性格也像 花花营业时 露出微笑给粉丝招手 谭爷爷工作时 也经常一副慈祥的笑容 谭爷爷喊花花回家 花花坐在地上让谭爷爷抱 谭爷爷站在原地等花花过来 脾气一样的倔 只能相互偷瞄一眼 萌二掰竹子呲牙咧嘴 一看就是跟奶爸学的 咱暂且不论这个 二小子看见黄莲奶爸叠被子 二小子马上就复制起来 蒙大洗完澡后 拿着毛巾擦头妈里 肯定也是跟奶爸学的 这个视频告诉大家 言传身教有多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